这两个混混在窗下大小便 房主出来阻止却被打成了重伤 和混混伪造了不在场的证明躲避了重罚 这也让两人变得更加嚣张 这一天晚上 他们再次对母子二人进行骚扰挑衅 这时一个男人出现 用木板挡住了窗户 然后对两个混混发起了攻击 当木板倒下后 两个混混已经被扭断了脖子 第二天这件事情登上了新闻 隔天 一个男人坐车不仅不交车费 甚至还将公鸟撕击一顿暴走 直到血肉模糊才肯停手 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经死期将至 就在胖子回家的时候 男人悄悄地尾随在他的身后 既然法律制裁没有用 那就只能以暴制暴 随着胖子的死去 他终于给离开的母亲复仇了 由来男人名叫阿俊 在12年前 胖子当着自己的面 把他的母亲给活活打死了 因为伪装精神病患者 最终只被判刑三年 这种不公的判决 在阿俊的幼小的心灵里面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12年后 阿俊通过了自己的努力考入了警校 打算用自己的方法以暴制暴 惩治恶人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女人并不知道帮她的人是谁 只能通过采访向她表达感谢 就连她的好兄弟泰铢 也忍不住夸赞这个黑暗英雄 接下来惩治的这一名人渣 彻底让她成为了万众敬仰的英雄 这个男人侵犯了9岁的小女孩 残忍暴力的手段 让女孩终身挂便带生活 最终却只被判了7年徒刑 就在她出狱的这一天引起了名分 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她在家大吃大喝 没想到出狱后的她不仅不悔改 反而还再次跟踪了女孩 女孩被吓得蜷缩在了角落 就在她准备干掉女孩的时候 阿俊突然一脚将她踹下 当警方赶到这里的时候 恶魔已经凉了 墙上还写下了恶魔的忏悔书 这一次除害事件惊动了整个国家 全国网友都直呼叫好 可七二连三的命案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广搜队的队长是十分强悍的东哥 力大无穷的他能双手抬起车子 此时的阿俊已经选好了下一个惩治对象 起因是送快递的小哥 在过马路时被闯红灯的司机撞倒在地 面对小哥发出的求救 司机没有丝毫的忏悔 反而觉得是自己倒霉 他先是看了看附近是否有监控 然后上车对快递小哥进行了二次伤害 法院最终把这件事情判定为交通事故 肇事司机只判了一年就出来了 晚上 司机在运势泡澡的时候 危险从他的身后走了过来 就这样 司机被活活的淹死在了浴池里 警方赶到这里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附近监控也被干扰器强行干扰了 东哥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司机被害后 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扬言不会停止成恶扬善 他会与受贿和罪恶对抗到底 直到法律能够真正的保护弱者 这段视频看呆了阿俊 因为CG并不是他杀的 视频呢也不是他上传的 视频一经发布引来了无数的模仿者 他们化身为黑暗英雄 穿梭在大街小巷 用自己的手段惩治社会上的人渣 东哥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 他见人就抓 可始终没有抓到真正的黑暗英雄 为了躲避风头 阿俊没有再出去行下仗义 可直到一则新闻的出现 让他再也忍不住了 一个老奶奶为了照顾患兵的老伴 每天以减肺瓶为生 这天 富二代将车开进了一个小巷里 被老奶奶挡住了去路 气急败坏的富二代 直接一脚油门撞向了老奶奶 老奶奶最终抢救无效离开了 而这有老奶奶是阿俊经常帮助的对象 每次回家遇到他 阿俊都会对他给予帮助 老奶奶为了表达感谢 也会准备两颗糖送给阿俊 接着阿俊以挪车为由 支走了看守的警察 然后趁机的潜入病房 用瓶子塞进他的嘴里 阿俊没有直接的杀了这个富二代 他要让对方感受恐惧 然后慢慢的折磨死他 然而就在他离开的时候 撞见了东哥 敏锐的东哥在他的身上 察觉到了问题 就在他准备上去查看的时候 听见后方传来了声音 由来是发现重机的警察 带人赶了回来 此时的富二代已经被吓得精神失常 眼前的一幕让东哥更加确定 在走廊撞见的那个人就是黑暗英雄 当他们准备查看监控时 发现医院的所有监控都受到了干扰 可就在这时 从楼上坠落的富二代当场犯例 此时躲在角落的阿俊 发现了一个黑衣人绑着绳索 从楼上滑了下来 阿俊见状从小道追了上去 然而来到了一处停车场后 阿俊这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谜底 并且把视频发布到网上的也是他 他想跟阿俊一起合作 铲除那些背景更强大的人 但阿俊却认为他在搞事情 随即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一番较量后 对方根本不是阿俊的对手 被阿俊一脚踹到了大楼边缘 就这样 两人大阵营场后不欢而散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神秘人并不是普通人 而是某集团的副会长秀贤 他从小就怀有英雄梦 却困于身份的原因 让他无法成为英雄 这天晚上 刚承治完最后回来的阿俊 不料被蹲守的东哥给发现了 为了不暴露的阿俊 撒腿就跑 东哥却说阿俊回头不要再继续下去 这时的阿俊不再逃避 从黑暗里面走了出来 两人最终打了起来 可阿俊根本就不是东哥的对手 很快就要被放倒 东哥并没有将他逮捕 而是要向他证明法律存在的意义 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身处险近的阿俊在深思熟虑后 决定要跟秀贤合作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大人物 金会长 这个人贪赃枉法 私下贩毒洗钱 杀人如麻的他坏事做尽 只要是得罪他的人 就会被送进猪圈 然后被老母猪活活咬死 最关键的问题是 他和锦校校长勾紧 此时的秀贤早已经搜集好了证据 他们除掉金会长的第一步 就是干掉中间人牧师 牧师死亡前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案发现场还用鲜血 写下了金会长跟校长的名字 此时两人彻底慌了 由于东哥迟迟的没有抓到黑暗英雄 校长作为证监级别的人物 竟然直接撤了东哥的职 而且校长早就怀疑 东哥知道他官商纠结的事情 只是东哥没有证据而已 让东哥没有想到的是 这天晚上一个杀手躲进了他的车里 可这种杀手并不是东哥的对手 突然一个胖子冲了出来 将他撞倒在地 尽管东哥的实力很强 可最终还是被杀手暗算 两人很明显就是来取他性命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 阿静突然出现救下了他 被送进医院东哥经过抢救 没有生命危险 为了让校长的罪行尽快暴露 阿俊将校长洗钱和收货的证据 放在了校长的办公室 然后向警方进行举报 很快侦察队就找到了证据 可老奸巨华的校长非常淡定 就这样目送队长把证据拿去鉴定 就在队长拿着证据去鉴定的途中 一辆大卡车突然撞了上来 队长当场失去了生命 而他也是东哥最好的一个兄弟 东哥这才看清官商纠结到底是多么可怕 兄弟的死让阿俊十分愧疚 同时兄弟的东哥没有再阻止他 这一天 阿俊已交出证据为由把会长约到了音乐节现场 会长带来了大批人马打算解决掉阿俊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竟然出现了大量穿着黑色卫衣的人 直到他看见海报才明白 原来音乐会的主题就是黑暗英雄 此时的阿俊和秀贤就混在人群中 阿俊请来了记者 让他对现场进行全程直播 因为他清楚对方的实力 这可能是阿俊最后一次声张正义 对方带来了大批人马将他重重围住 阿俊和秀贤奋力反抗 就在两人即将体力不支的时候 一辆皮卡冲了进来 原来是看到直播的东哥赶到了这里 当阿俊掀开了黑衣人帽子 才发现自己最好的兄弟泰珠 原来他早就知道阿俊就是黑暗英雄 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帮助阿俊 随着大批警察赶到这里 金会长急忙下车逃跑 阿俊他们也从后面追了上来 秀贤关闭了房门 为阿俊拦住了后面的众多小弟 慌不择路的会长被追到了汛水池里 失去小弟帮助的会长被阿俊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就在这时校长也来到了这里 兴奋的会长以为校长来救自己了 结果校长直接拿枪对他射击 紧急着校长又对其他人连开多枪 结果是新洋红枪法 气愤的他竟打开水阀 大量的水瞬间涌入了汛水池 东哥给阿俊做出手势 阿俊瞬间秒动 东哥吸引了校长的火力 然后阿俊从楼梯爬到了平台 就在校长换子弹的瞬间 阿俊瞬间扑了上去 眼看校长即将要被阿俊暴躁而死 从后面走来的东哥拉住了他 他不想再让阿俊的身上背负人命 让他再相信法律最后一次 就在这时 杀手也从水里爬了上来 这时东哥才明白 刺杀他的人原来是校长 在他们扭打的过程中 校长捡起了掉落的手枪 对他们发起了射击 校长的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东哥 他用尽全身力气 调转了兵手的方向 然后狠狠地扎进了杀手的心脏 一场为正义而战的斗争 也终于结束了 身心力竭的两人探测在地上 把众多小弟拦在外面的秀贤 在现场只留下了他的棒球棍 不过他并无大案 醒来后的秀贤第一件事 就是询问阿俊的情况 助手告诉他 阿俊没有生命危险 附近的监控也全部都被他处理了 而阿俊最好的兄弟泰珠 因为抢救无效死亡了 接着在配合调查过程中 他为了保护阿俊 谎称泰珠就是人们口中的黑暗英雄 因为此时的他知道 镜子后面有双眼睛正在盯着他 这个保安室的市长 才是幕后最大的人物 从警校毕业的阿俊成为了正式警察 他将在正义的道路上面继续前进 这次影片非法正义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就到 拜拜